2018年12月10日,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前副理事长、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、海基会前董事长江炳坤因病去世,享年86岁。 2019年1月30日,江炳坤追思会在台北举行,国民党前主席连战、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、国民党主席吴敦毅等出席了追思会。 吴敦毅在追思会前受访表示,江炳坤对台湾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,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。 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学养,非常深厚,尤其是在他最后的阶段担任海基会董事长,对于两岸和平稳定发展,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贡献。 追思会上,江炳坤的遗像置于花木之中。 照片中,左手脱腮的江炳坤坐在办公桌旁,微笑地望着前方。 江炳坤1932年出生于台湾南投县,曾长期主管台湾经贸事务,是参与推动台湾经济腾飞的重要人物之一,有经贸推手之称。 台湾众多经济界人士出席并悼念。 与江炳坤认识多年的马英九,在追思会上也感念江炳坤对台湾的贡献。 在他任内四年多的时间,两岸签署18个协议,涵盖了许多关键的项目,使得两岸关系逐步的正常化,真正进入前所未有的和平跟繁荣。 在庄重肃穆的氛围中,隆重的追思会结束了。 追思会后,台湾雅乐合唱团演唱了《思慕的人》、《阿爸的风筝》及《感恩的心》等歌曲。 江炳坤的亲朋好友、台湾政界同僚等,在歌声中默默地为他送别。